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怪物啊 你能力气身受受伤 却能和我们战斗到如此地步 接到最新命令 全员撤退 杀掉还是活着 杀掉 三头合斗 正能对抗 愚蠢 拜托了 说什么 那可是我 最极限的构造 果然 如此多的高精度构造 没有换造本体的情况下是无法控制的 而构造无完成度越高 吸热速度就越慢 这就是他的弱点 力道不够了 竟然是真的 是少年 许久未见了 哟 是你 先撤去多样家族 然后 再召唤 少年一定要坚持住 阿灵马上就到 多样家族最后的成员 六号 启动 这里伤得挺重的 你真是不小心了 你说说看这是谁弄的 他一定会让你嚣张不起来的 我怎么说 阿灵来了 客人也醒了 不用奇怪哦 这家伙其实 是我儿时的玩伴 什么 我从没听你说过呀少年 是吧 好哥们 好哥们 你还有脸说好哥们 许久未见阿佑 吴只不过是戴了个面具 你就认不出吴了 真令吴韩心啊 是你 阿灵马 是丫丫阁双铺 完全忘记了吗 果然 真也不在经脉上 没事的 可是少年 他攻击过我们 他就这样 哼 我跟他也是不打不相识 不过 我总是输 虽然他也捉不到我 也许是因为打了太多次了 渐渐的 我们就开始交流起来了 不过 你们为什么如此敌视阿阴 哼 而等人类是不会懂的 圣星为无族圣帝 欲于在其内行不轨之事的石鹰 自然是无族的大敌 若有一天 你也有此企图的话 我也会与你不死不休的 我很好奇石鹰的构造之名 想见识一下吗 我可以帮你 他正在尝试把某种幻想构造的效果 永远保留在某个现实构造之上 什么 不可能 这是异想天开 这可是圣州 一切就有可能 明天我拿来给你见识见识 那我回去了 明天见 雅雅阁 在这里足足等了十天 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叫做幼南威比之人 不行 如一想起来就火打 不如再打一场吧 不要 人家都认输了 当时是阿阴突然要离开 我只能跟着 而且现在你不是看到了吗 只是迟了一点点而已 你 还无法活用吧 现在我只能取消幻造的影响 将巨大化的现实构造变回原样 想再次巨大化 只能重新构造 虽然只是皮毛 但 石鹰的确成功了 这样的话 说不定可以同时掌握现实和幻想构造 这次不知道又死了多少人 我们也无能为力 空想过出现的瞬间 其范围内的生物都必死无疑 哦 对了 有东西还给你了 不是说我是你见到的第一恶活人吗 我和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直觉依旧惊人 再会了 使人管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